她防守进攻一把抓 可谓是既当跌来又当妈 这位既可以踢中位又可以踢前锋的球员 是中国女足的定海神真王珊珊 她今年已经32岁 在本届亚洲杯中 她作为中国女足的队长 很好地承担起了精神领袖的作用 并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毫无真意地获得了本届亚洲杯的MVP 她接受采访时曾说 作为球队的队长 不管让我打什么位置 我都会带头去评捷径权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王珊珊在本届亚洲杯中 所展现出的铁血风采吧 小组赛对阵中国台北 第八分钟 王珊珊在对方禁区内 高高跃起投球破门 她说她的偶像是C罗 看看这泰山压顶的气势 有没有点C罗的影子呢 第二场小组赛对阵一了 第五十四分钟 肖玉以幽露电团禁区 王珊珊强制对方两名防守球员 后将球打进 这一球展现出了 她劲爆的身体素质 四分钟后 两人如法炮制 王珊珊在此战中上演了 梅开二度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 第五十一分钟 王大组合连线 王霜右路挑传禁区 王珊珊被身拿球后 转身抽射破门 王珊珊被身拿球 这一下绝对是世界级 这一力进球也帮助女足 逆转了比分 半决赛对阵日本 这场比赛也成为了 王珊珊在本届亚洲杯的代表座 中国女足在本场比赛中 所展现出的铁血精神 足以让所有人为他们喝彩 几乎是家事赛的最后一刻 张星左路起脚传中 王珊珊为脚杯电视 绝评了对手 身为中国女足的队长 在王霜因伤缺震的情况下 王珊珊及时站出来 拯救了球队 点球大战中 朱玉的两次 审播送给了 王珊珊一锤定赢的机会 王珊珊一脚定乾坤 把中国女足 送进了最后的决赛 中国女足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 决赛面对老对手韩国 中环大战从来不缺少看点 中国女足经过半决赛的激战后 体力明显受到了影响 上半场变落后对方两球 水星霞在下半场掉饼潜降 并让王珊珊从中尉回到了中锋的位置 这些举作立竿见影 中国队五分钟之内严锥两球 并在捕食阶段 由王珊珊助攻萧玉以绝杀了对手 王珊珊除了这次致命直塞 全场比赛还进行了高达12次的对抗 并成功了11次 王珊珊的父亲在赛后采访时说 会永远相信自己的姑娘 最后又和亲友团一起 为她召上了我和我的祖国 相信我姑娘 王珊珊更是在赛后 产明了女足夺冠最大的意义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比赛 观看女足不服输的精神 带动更多人去关注女足 更积极地参与进来 一起更好的发展追求文化 正如王珊珊所说 女足夺冠最大的意义 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希望有更多的小姑娘 以中国女足为榜样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成为自信而又有力量的华夏女性